網上有朋友問 可不可以給一些大人學音樂的建議 不同的階段的一些建議 如果你是出來社會做事 你學音樂的話 肯定你不是被人逼出來的 你是真的自己想去學的 可能是因為一首曲 可能是因為喜歡這件樂器去學的 那我覺得你之後所做的事情 一定要是和趣味和音樂的樂趣 是要有關 和興趣要有關 可能有人問 那我是不是應該要考試 考級試 考級試是在你學習的過程 可以去做的 但是它不是你的目標 你也不應該太過看重 這一個考試 不論這個考試是說你合格不合格 還是怎樣都好 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如果你問我的話 為什麼我想說是沒有什麼意思 因為這個只是其中一個人的意見 這個考官的意見 這個考官是什麼人 你完全不知道 純粹只是有個人告訴你 這個拉得好不好 這個拉得好 但我想問 拉得好不好 難道自己不知道嗎 然後更加重要的就是 你有多喜歡這首曲 究竟這首曲 雖然是一首考試曲 但是你有多喜歡它 你花過多少心機下去 關於這首曲的東西 你可以講到多少 這首曲的故事 你又知道多少 這個作曲家寫這首曲 是因為什麼 你又知不知道 這些東西在考試那裡 是不會有考官去 以這東西去評分的 你知得 這首歌 你知多知少 它都是照樣 從你的演奏 從你的拉奏那裡去被分 它不會理你有多喜歡這首歌 但是如果你問我的話 這件事是得你自己才知道 而這件事才是最重要 那可能你又會問 嚴少欣不是 我真的想具體知道一些事情 我有什麼可以做呢 如果有些很實在的目標 那我就會 逼到我去 去走的 逼到我繼續Live 我想說這件事不應該是 以考試去逼 因為太慘了 以考試去逼自己 或者以比賽去逼自己 這不是學習最純正的一件事 因為這件事是會騙殺了趣味 如果盡可能 可以的話 千萬不要以這件事 不是去證明什麼去給人看 不是去證明給哪個同事 或者討論區上面什麼人說 如果有人告訴你 沒有可能的 三年裡面考到五級 不可以的 然後你就想證明給別人看 不可以的 還要考到多少分 是沒有意思的 千萬不要搞錯了 好了 那你就說 不要太看重考試了 那我可以做什麼呢 如果我大人學生 我真的想學 有幾件事可以做的 第一 你要 你是不是真的喜歡 你有多喜歡 如果 喜歡這件事 是能夠量度的話 可能是一至十 那可能 你說自己很喜歡 但是如果 我要問你 你有多喜歡 的時候 可能十裡面 你可能說 我現在是 兩分喜歡 三分喜歡 我不相信 如果你剛剛 因為一首歌 而 對學琴有多少興趣 你喜歡的程度 是去到十 就是沒有可能的 就是可能 當初的時候 是一 或者二 那你會做的事情 就是 令自己 喜歡這件事 是可以一路 一路這麼多 就是一路增加 那做些什麼 才可以增加呢 你就是去認識 古典音樂 認識 這件樂器 認識 跟小提琴 跟古典音樂 跟音樂有關的 所有東西 我舉個例 會不會 你很喜歡 某一首曲 那這首曲的錄音 你聽過多少個呢 聽過兩個 三個 聽到多少次呢 你怎樣聽呢 是不是打開一份譜 還是就這樣 開著 Spotify 就這樣聽呢 會不會打開一份譜 然後你聽到有哪些樂句 你覺得是很特別的 然後你就記錄下它 會不會有哪一下 有個錯音 或者會不會有一下 有一個Harmony的轉變 令你覺得 哇 真是意料之外 而你一聽完之後 會無管動的 再深入研究 為什麼會無管動呢 是由什麼曲 去到什麼曲 是會令自己會這樣呢 然後再去看一下 第二些作品 看看那個總譜 或者鋼琴譜 會不會有類似這樣的 chord progression 是 然後你聽了之後 又是會這樣 會不會有某一些調 可能是C major 或D major 為什麼我聽到這個D major 的時候 我的心情會這樣 為什麼我聽到G minor 或者是 我不知道是 其他樂曲的時候 我的心情會這樣 就是所有這些事情 如果我們能夠 想心一層 是很有趣的 所以 而這件事 當你越知道得多的時候 是 能夠 令你 對音樂 喜歡的程度 是越整越多 越整越深的 除此以外 有什麼事情可以做呢 你又說 不要考級了 那 會不會是 表演呢 我覺得表演 是一個 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大家不要 以為 表演 就一定是 賣票 就是要在大會堂的音樂廳 星期五晚八點 就是 不是 不一定是這一種 也都沒有 就是沒有必要是這一種 就是 現在 大家都上youtube去看 就是你看這條片 你也是在youtube看的 那會不會 嘗試在youtube那裡 去記錄一下自己的練習的情況 或者可能是 某一次的演出 是用live的形式去做呢 你不需要是 整個 45分鐘的program 不需要 可能只是一首曲 你甚至開live 也都不需要 去介意 可能是facebook live 不需要介意 有多少人看 但是 你知道是live的話 你那個感覺 也會像一個concert 那我覺得不是 一件很好的事嗎 當然 如果有現場觀眾 是更加好 但是 其實這件事情 也是可以做 不是為了去證明給某一人看 我做了些什麼 不是 其實純粹是 等自己 在一個過程 是紀錄 做過些什麼 就是這麼簡單的 如果不是 你說 我也是喜歡現場 那你 嘗試會不會去朋友家 我不知道 可能是聚會 然後 拉一首曲 其實已經是一個表演來的 表演不一定是藝術節 那種 不一定的 你說不是 我想去讀書 這一點 我明白的 如果你出來做事 那我怎麼能夠 忽然間跟公司說 我要請 不是請 請 四年去讀 或者讀什麼 讀過 五年來讀過 請一年時間 都很難 可能 我在香港 讀part time 其實讀part time 都是很多時間的 也是一筆錢 那怎麼辦呢 我想告訴大家 就是 除了 這些四年 這些degree 的形式 去讀音樂以外 還有workshop 的形式 研習班的形式 那我想呢 現在在 就是在歐洲 在美國呢 其實是有很多 這些這樣的workshop 而這些workshop 不需要 是 就是它有 比什麼程度的人都有的 就是可能 如果你是 就是學了 我不知道 可能是六七年 或者已經是考了 譬如八級 那它有些呢 真的是比 這一種程度的 學生去參加的 但是有些呢 其實是 沒有的 它純粹是 誰有興趣 那其實報名 那 是不是代表 我去 不是一些 拉到多少級的人 那我就 報這些workshop 我就學不到 錯 這個想法是錯 就是workshop 最 我覺得最有用的地方 就是給一個禮拜的時間 但是這個禮拜的時間 你是可以 觀摩很多 人 的拉法 而從中呢 你是會比較到 哦 是的 你會有很多人可以 給你參考的 先生 同學 而在這個禮拜呢 你會發覺 你和音樂的 距離 是 真是很近 譬如一百年的時候 我去參加一個workshop 這個 Rethinking Park 那 而這個體驗呢 是 我平時 雖然是 職業的 樂手 而這個體驗呢 是對於一個職業的樂手來講 都是很難得的 那如果你是 真的能夠去到這些workshop的話呢 我覺得你的也都會 就是 是 令你眼界大開的 就是你未必會去完 就是去workshop之前 我只是拉到這一首歌 但是去完workshop之後 我就拉到B一首了 進了幾級 就是不是這樣 純粹是令你眼界闊了很多 你知道 哦原來 就是 大家可以是 就是為了音樂這一點 甚至那些 就是我參加那個workshop的 那些 先生全部都是 很有經驗的 都是很有心的 那我所知道的 就是這些workshop 其實都不是 就是不是很多錢 可以請到他 那純粹是 大家是 有這一個星期 就是為了音樂這一點 然後 可能去到星期尾 就有一個concert 就是其實是這樣 保持你對 音樂的興趣 想一下 如何加深你對音樂的興趣 不要以 考級為你唯一的目標 還有 記錄 你的 學習的過程 用 網上的形式去表演 還有 試一下報名 參加這些workshop 那這些是 大人學生可以做的事情 而那些 小學生 一連班 他不明白的 我跟他說workshop 有多好 他都不會明白的 那希望今集 是給大家一些想法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可以在comment那裡 告訴我 我是葉小熙 下一集 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